能不能锻炼还得看运动强度 那么第一个就是步伏 在走步的时候尽可能大幅度的跨步 让腿部的更多肌肉神经尽量参与 才能期待有效的锻炼 不过除了步伏之外 还有什么会影响运动强度呢 这组图片里就有答案了 第二组他们走的步速和路线还有长度都相同 但是时间不一样 第一组那个用的时间就长一些 瞬间可能它的步子比较小 第二个就是咱们选的那个C选项 实际上它就是频率快 频率快有什么问题 就是它这个肌肉受到的刺激数量多 就是你看这个肌肉被拉的长 这是一种锻炼对吗 它被拉的次数多 同样是一种锻炼 所以这个也是它频率很快 所以它的肌肉得到的刺激比较多 所以它也是成长的要比较快 受到的锻炼多 那它就长得好 嗯 嗯 哈哈哈